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架土耳其航空的波音737-800正在降落 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它的头翘的稍微高了一点 于是机尾差一点就触地了 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了解几个 你可能不知道的隐藏在飞机上面的小秘密 这个东西叫做尾翘 它就是为了防止客机插尾的 现代客机有多容易插尾呢 你看这是一架波音747的模型 它的起落架设计是这样的三点式的 前起落架位于机头部分 后起落架位于机下方的机腹部分 机尾的地方则是空空如也的 其实这样的布局 不光只出现在波音747上面 其他现代客机商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而它就几乎注定了一种可能 插尾 你想过没有 飞机在起飞时 其实是像一个翘翘版的 当它在跑道上获得足够的速度后 必须要拉高机头才能把自己抬离地面 但是由于后起落架此时还处在地面上 所以客机的机身就只能以它为支点向上翘骑 头是翘起来了 但是尾巴却被压下去了 稍不注意就会直接被压到地面上 而且由于这个翘翘板身子长腿却很短 留给飞行员拉起机头的角度就十分有限了 真的是相当考验他们的业务水平 尽管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但偶尔还是会因为对飞机重心的错误计算 对飞机重量的错误判断 对静翼设置的不当和过快的抬轮速率等等 啪的一下就把尾巴给插到了 另一种情况就是发生在降落阶段了 要是着陆时空树过大高度过高 或者突然就受到了一阵侧风的影响 就比较容易插尾了 还有的就是突然要做出复飞的决定 而导致推力和仰角不当的话也会是这个结果 我们在一开头看到的那段画面就是这种情况 你看它明明在已经出地后又复飞了 好吧 既然插尾很难避免 那它带来的后果严重吗 很严重啊 迄今为止 世界上单机死伤人数最多的空难 日航123航班事故 就是由于在一次飞机插尾后没有正常维修 从而在7年后 导致了整个尾翼在飞行中脱落所造成的 另一个著名的空难 华航澎湖空难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 1980年2月7日 这架747在香港机场起飞时 由于仰角过大插上了尾部 但是机物在事后却并没有按照标准流程进行修复 导致该机在此后的20多年飞行过程中 不断的积累金属疲劳 最终在2002年5月25日的一次飞行当中 以空中解体的灾难宣告终结 所以减少插尾事故的发生 一直以来都是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 相当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他们从软件和硬件上都做出了努力 先说软件上的 它就是集成在飞行控制系统里面的插尾保护系统了 该系统会结合飞机的中心载和机场气象条件等等 连续读取起飞时滑跑的关键参数 并通过传感器来实施不获机尾相对于跑道的距离和接近率 一旦判断出有插尾的可能性的话 它就会向飞控系统发出信号 来限制水平尾翼的动作 阻止飞机进一步抬头 好 再说说硬件上的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尾翘了 它的思路是 如果插尾无法避免 那我至少也能让这个稍微突出机身的尾翘 来吸收掉一部分的冲击嘛 所以尾翘的外景呢 就像是一块裹着金属蒙皮的浮板 在它用来撞击磨损的地方 是没有任何液压或者是电路系统的 就相当于是一块没有神经的外骨骼一样 它们有的是固定不动的 有的是可以随着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收放的 有的甚至就是一个小轮子 但即便是这样 它的控制结构也必须要远离机体 总之在客机的整体设计当中 尾翘部分是必须要位于增压舱的结构之外的 说白了 它就是拿来牺牲的 此时我们应该给它送上掌声 可是有了尾翘就真的能够带出所有的烦恼吗 并不会 一时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 可能发生差异的位置是不同的 能够防止起飞差异的尾翘 也许根本防不了降落时的差异 而能够防止降落时差异的尾翘 又可能对起飞是一无是处 难道非要装两个吗 尽管有的机型商的确是双尾翘 但这样做显然比较笨 第二个原因是 现在很流行家常版 很多机型都有其家常的型号 比如空客320 就有从A319到A321的版本 波音777就有212和312的版本 它们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后者被拉长了 你想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更长的机身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插位呢 如果短机身都已经要用尾翘来防止插位了 那么长机身该拿什么防呢 它就可以拿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硬件来防了 它跟前面一个尾翘采用的被动防护是不一样的 它是个主动防护 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家波音747受到腿短的影响 在起飞时只能把头抬这么高 那么要是把它的腿加长 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但是腿太长根本就收不回机舱 而且就算是现在这样 飞机制造商还恨不得要 把起落架做得更小更短 因为那样就可以省出更多的机翼空间来装燃料 把飞机的航程变长卖的自然也就更好了 所以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半摇臂式起落架就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硬件了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在这个多轮小车式的起落架上 水平的轮子是可以在液压感的作用下左右晃动的 它可以起到一个收缩减震的作用 但是同样 这个小车架的位置是可以被液压感锁死的 所以我们在起飞滑跑时配合抬头动作 将起落架后面的轮子往下顶 等于就是变相增加了起落架的长度 从而可以让飞机在不插尾的情况下 抬到更大的银角 缩短了起飞距离 类似于一个蹬腿的动作 同样在降落过程中 也可以将后轮放到下面 让它先出地 为机身争取更多的离地间隙 从而避免插尾 好了 在这样的软硬结合之后 疗效自然就更好了 飞机出现插尾事故的可能性 也是越降越低了 如今我们能够安全出行 他们功不可没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